欢迎观众朋友 再次处回来继续新闻的现状 新闻介绍来看是 客户厢公司基盤的客户政策一条街 信心团经华东 参加民众在老师的基督集合 制作代表自己家里的第四个信心 总共一百空六号民众来参加 以为客户厢公司变成全般文庆故事的观众经典 在老师的基督集合 客户厢民众自己DIY制作信心 从处理发生的故事 用信心讲出来 无关是警察局也是美国店 让人一看就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西口乡的每户人家的信箱都会说话 你一看这个信箱你就知道说 这户人家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这户人家他就是这肉粽的 然后我们用信箱说故事的方式 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说 这户人家他过去的历史是什么 他是从什么东西起家的 这是客户厢公司 向客户厢新清保障基盤的 客户政策的一条街 心修团前华东 邀请各位客户厢来到客户厢 客户厢文化馆主管創作 来资斗厢民众 制作創意心修 华东为初期没人参加 到现在是受到一个志祺享用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做好 当我做好的时候虽然不是很完美 可是我很开心 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 原来我是这么办的 务实的一个想法 让西口的厢民可以很幸福 然后从爱你的家开始 爱整个厢 我想整个台湾大概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在28号那一天 会有一个正式的启用跟装订的活动 28号之后 我们西口的街道面 就会呈现不同的风貌 欢迎大家来看看 用现象说故事的西口老街哦 这厢华东 总共有100空6号参与 准备打造客口老街的新特性 保障观光发展 日华东一家里 12月28号 客口香重序生 重有点情 既行行跨点内 先新闻党开发考验方 客口香采访报